蔡英文搭假车勘灾!张善政,真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! 记者谢恩的翻射!接连几天好雨让中南部淹成水箱则国,总统蔡英文昨南下勘灾, 却打云爆装假车到勘灾点,引发灾民不满,要求蔡英文下车涉水。 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表示,民众不满是因为感受不到总统的同理心。 张善政在脸书表示,在民泡在水里多日,期许高官能懂他们的痛。 结果看到的却是高高在上的蔡总统,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张善政演书全文如下。我昨天中午才贴文说,灾后大家不要挣着口水,要有同理心。 这要由政府高官开始做起,否则每次有事,民调就跟住掉。 但晚上我就在LINE和新闻推播上,看到蔡总统搭云爆装假车巡视淹水灾区,引起民众不满。 为什么民众会不满?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同理心,他们已经泡在水里多天。 他们希望高官能懂他们的痛,但他们却是看到蔡总统搭乘装甲车高高在上。 蔡总统民调在调视角,我也知道我在说会有人觉得也是政治口水,但是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蔡总统搭书在云爆车上和民众挥手,有的喊加油,有的喊作秀。 接连几天好雨让中南部烟成水箱则国,总统蔡英文昨南下堪灾。 却打云爆装假车到堪灾点,引发灾民不满,要求蔡英文下车涉水。 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表示,民众不满是因为感受不到总统的同理心。 张善政在脸书表示,在您泡在水里多日,期许高官能懂他们的痛。 结果看到的却是高高在上的蔡总统,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当善政脸书全文如下。我昨天中午才贴文说,在后大家不要挣着口水,要有同理心。 这要由政府高官开始做起,否则每次有事,民调就跟住掉。 但晚上我就在LINE和新闻推播上,看到蔡总统搭云爆装假车巡视淹水灾区,引起民众不满。 为什么民众会不满?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同理心,他们已经泡在水里多天。 他们希望高官能懂他们的痛,但他们却是看到蔡总统搭乘装甲车高高在上。 蔡总统民调在调视桥,我也知道我在说会有人觉得也是政治口水,但是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蔡英文昨在云爆车上和民众挥手,有的海加油,有的海作秀。记者谢恩的摄影。 蔡英文昨在云爆车上和民众挥手,有的海加油,有的海作秀。 接连几天好雨让中南部烟成水箱则国,总统蔡英文昨南下堪灾。 却打云爆装假车到堪灾点,引发灾民不满,要求蔡英文下车涉水。 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表示,民众不满是因为感受不到总统的同理心。 张善政在脸书表示,在民泡在水里多日,期许高官能懂他们的痛。 结果看到的却是高高在上的蔡总统,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张善政脸书全文如下。我昨天中午才贴文说,在后大家不要挣着口水,要有同理心。 这要由政府高官开始做起,否则每次有事,民调就跟住掉。 但晚上我就在LINE和新闻推播上,看到蔡总统搭云爆装假车巡视淹水灾区,引起民众不满。 为什么民众会不满,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同理心,他们已经泡在水里多天。 他们希望高官能懂他们的痛,但他们却是看到蔡总统搭乘装假车高高在上。 蔡总统民调在调视角,我也知道我在说会有人觉得也是政治口水,但是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蔡英文昨在云爆车上和民众挥手,有的海加油,有的海作秀。记者谢恩的摄影。 蔡英文昨在云爆车上和民众挥手,有的海加油,有的海作秀。 接连几天好雨让中南部烟成水灾区,总统蔡英文昨南下堪灾。 却打云爆装假车到堪灾点,引发灾民不满,要求蔡英文下车涉水。 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表示,民众不满是因为感受不到总统的同理心。 张善政在脸书表示,在民泡在水里多日,期许高官能懂他们的痛。 结果看到的却是高高在上的蔡总统,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张善政脸书全文如下。我昨天中午才贴文说,灾后大家不要挣着口水,要有同理心。 这要由政府高官开始做起,否则每次有事,民调就跟住掉。 但晚上我就在LINE和新闻推播上,看到蔡总统搭云爆装假车巡视淹水灾区,引起民众不满。 为什么民众会不满?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同理心,他们已经泡在水里多天。 他们希望高官能懂他们的痛,但他们却是看到蔡总统搭乘装假车高高在上。 蔡总统民调在调视角,我也知道我在说会有人觉得也是政治口水,但是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蔡英文昨在云爆车上和民众挥手,有的海加油,有的海作秀。记者谢恩的摄影。 蔡英文昨在云爆车上和民众挥手,有的海加油,有的海作秀。 接连几天好雨让中南部烟成水灾区,总统蔡英文昨南下堪灾。 却打云爆装假车到堪灾点,引发灾民不满,要求蔡英文下车涉水。 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正表示,民众不满是因为感受不到总统的同理心。 张善正在脸书表示,在民泡在水里多日,期许高官能懂他们的痛。 结果看到的却是高高在上的蔡总统,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张善正脸书全文如下。我昨天中午才贴文说,在后大家不要挣着口水,要有同理心。 这要由政府高官开始做起,否则每次有事,民调就跟住掉。 但晚上我就在LINE和新闻推播上,看到蔡总统搭云爆装假车巡视淹水灾区,引起民众不满。 为什么民众会不满?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同理心,他们已经泡在水里多天。 他们希望高官能懂他们的痛,但他们却是看到蔡总统搭乘装假车高高在上。 蔡总统民调在调视角,我也知道我在说会有人觉得也是政治口水,但是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蔡英文昨在云爆车上和民众挥手,有的海加油,有的海作秀。记者谢恩的摄影。 蔡英文昨在云爆车上和民众挥手,有的海加油,有的海作秀。 接连几天后,接连几天好雨让中南部淹成水相责国,总统蔡英文昨南下堪灾。 却打云爆装假车到堪灾点,引发灾民不满,要求蔡英文下车涉水。 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表示,民众不满是因为感受不到总统的同理心。 张善政在脸书表示,在您泡在水里多日,期许高官能懂他们的痛。 结果看到的却是高高在上的蔡总统,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张善政脸书全文如下。我昨天中午才贴文说灾后大家不要挣着口水,要有同理心。 这要由政府高官开始做起,否则每次有事,民调就跟住掉。 但晚上我就在LINE和新闻推播上,看到蔡总统搭云爆装假车巡视淹水灾区,引起民众不满。 为什么民众会不满?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同理心,他们已经泡在水里多天。 他们希望高官能懂他们的痛,但他们却是看到蔡总统搭乘装假车高高在上。 蔡总统民调在调视角,我也知道我在说会有人觉得也是挣着口水,但是有这样的总统,我真的为我们国家感到悲哀。 蔡总统民调在云爆车上和民众挥手,有的喊加油,有的喊作秀。记者谢恩的摄影。 蔡总统民调在调视角,也许可爱。 蔡总统民调在调视角,也许可爱。